接上条视频 我们讲一下变色的处理方法 有一些景点是自带变色效果的 比如这里 几分钟之后会渐变成这样 再到这样直到消失 或者这里 从亮粉色渐变为红色 我们不需要颜色消失就重新去卡 让好友留在原地 我们回预境再传送好友 这样就可以重新看到完整的变色效果 可以重复操作 直到拍出满意的照片 其他有变色的景点桶里 第二 封墙的处理方法 有一些景点瞬移后没有封墙 比如这里 可以直接放作剧打卡 而有一些瞬移后有强烈的风感 比如冰激凌山 甚至光仔会被吹出画面 大家不用担心 也不需要任何操作 等待半分钟左右 等光仔回到画面后 再放作剧打卡 第三 无限存档 这么多景点 难道每一次都要先去太空站吗 当然不需要 我用沉岛的瞬移来举例 我刚刚用了流影魔法 瞬移到高空 所以下方是有流影标志的 现在正在做剧边缘 点击颓废或者躺倒动作 标志亮起来了 我们点击开始录制 三秒之后 点击回预境 同样的办法 卡白屏停止录制 这样 我们就重新在高空存档了 可以直接去下个地图打卡 以此类推 我们只需要打卡之后重新存档 就可以一直瞬移去高空 明天就是周五啦